9.3 快乐华丹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邦 现在时间十八点整 轻松聊时事 闺谐谈政治 欢迎收听 子鱼生活23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电视幕主持人张晓博 欢迎收听今天的子鱼生活234 今天很欢迎 可以邀请到这个 从台北来来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他叫做王硬鑫 他是前往台北市赚市市議員 主持人街时 市林北投 市林北投的議員候選人 硬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说一句好 大家好 我是前往市林北投的議員候選人 现在是台北东部的 之星委员 王用信王硬鑫 人称 北基第一帥 哈哈哈哈 哇 你這個 這不是我自己的 選起的時候 就是大家就是 他說你是北基第一帥 北基是什麼 台北基進黨的 基進黨的台北的藝術 對對對 大家都沒有 哇塞 我想說 哇 這個人 真的很厲害 第一次我看到 這個自我介紹的來賓 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這個 北基第一帥 我們的印星 因為他剛好有事情來高雄 剛好讓我讀到 我就想說 這個機會難得 因為我們常常的電台 都是在高雄錄音 但是 我們也是很少會讀到 這個台北人的朋友 啊 讀到這個台北人 我就想要跟他問說 欸 你們這個台北市 你有柯文哲 最近又有說什麼 啊 這個有台北市民 對他有怎麼看法 這樣子 當然是很多啦 但是 因為現在你們高雄 韓國如實在太嗆了 太嗆了 太嗆了 所以說 呃 柯文哲有一點 那個媒體的聲量被弱化了 對對對 但是我們還是持續的有 因為他是我們台北市的市長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有持續的 就是在看他的 種種的言行這樣子 哦 因爲我是這樣想 因爲過期 台灣的新聞 好像都是在北部嘛 北部比較多 南部 南部必須 可能要請客啦 或是台人 人倫大悲劇 或是社會 那種東西 才會像這個全國版面 結果我沒想到 這道的寒流 哇塞 全台灣變成高雄 差點變成首都捏 變成說 你這個 我有的時候在看韓國瑜的新聞 的時候 我都想說 這是 我是要看地方版 還是要看這個全國版 因為都變成說 韓國瑜都走去全國 變成說 朱立倫 還是說 柯文哲這些人 可能會被他排擠到二 A2 A3來了就對了 是 那這個最近其實 柯文哲市長可能是 柯連 他是這個被邊緣化太久了 那他就來出招了 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講說 這個他就評論這個韓國瑜 他去中國買這個農產品 簽這個MOU的東西 他今天就來講 他說什麼 他說 如果農產品賣到跟台灣維度相同 氣候差不多的地方 就會失去優勢 所以他就說 如果我們今天賣去日本 這個地方 我們有優勢 因為我們有的東西 日本可能它撞不出來 可是如果我們賣到跟這個維度 跟我們一樣的中國的時候 柯市長就說 比如說我們賣到這個中國廣東 還是福建 在這個生產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但是對方的經濟規模 比我們更大 我們就會失去優勢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就是拐個彎 他要講什麼 他要講說這個 簽NOU是沒有用的 如果對方要買 那個一定是政治採購 違反這個經濟法則 那他就說 台灣過去二十年最大的問題 是這個產業升級 其實是失敗的 嗯 對阿 印先生你最近是在做什麼 做什麼 有做什麼跟我們的產業相關的工作嗎 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說過了 我本身的這個背景是非常基層的 我是有大概長達十年左右的這個基層的工作經驗 嘿嘿嘿 所以說其實我對於像是一些我們本身基層產業的一些勞工問題啊 我們的權益的問題啊 都是會比較 都是比較關注這樣子 對對對 那關於這個所謂 柯文哲說的這個政治採購的問題啊 對政治採購啦 當然跟其他國家 跟其他國家的這個產品上面的經濟交流 當然我們不能說 我們並不全然都是政治採購 但是針對韓國瑜他所去簽的這些所謂的MOU 那我們大致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 跟他所出去簽的這些MOU 全部都是跟中國簽的MOU 沒有錯就連到這個馬來西亞去 他還是找了中國商人簽MOU 對啊 就是這麼多的國家 但是他就是偏偏只要跟中國去簽這個MOU 那我們看一下說之前韓國瑜市長他提出的證件是 貨出的去嘛對不對 對貨出的去 那他那個時候說貨出的去 那他現在出去簽訂單 這樣相對起來就代表說他那個時候覺得 那個時候台灣的貨出不去 當然我們看過去的一些數據會發現說 事實並不是這樣 好但是可能是台灣的貨沒辦法到中國去這樣子 那這樣子相對起來 那他現在到了中國簽了這麼多的MOU 那是不是代表說他這些貨呢 就是靠一些政治力去取得的 靠一些 也就是說他所簽的訂單是在政治力的這個背景之下 才能夠取得 那我們要想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台灣本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其實已經是相當高的了 沒有錯 大概是四成左右吧 對四成四成 所以那韓國瑜這樣的做法基本上是在加深 或者是加深我們對於這個中國經濟上面的依賴 那既然中國所謂的經濟全部並不是經濟問題 而是政治問題的話 對 因為你是用政治力取得的MOU 那這當然是政治問題啊 這不是經濟問題 對 因為你的產品就像柯批說的 其實他講這種話是同意啦 他說我們的產品 你如果不是靠這個競爭力本身的優勢去拿到的訂單 那他就不是這個經濟市場法則的這種訂單嘛 他就是政治訂單 那政治訂單其實是這個沒有辦法長久的啦 因為你還是要去靠政治力 比如說你愛這個 投給國民黨的官司長 投給國民黨的這個總統 甚至是這個 比如說中國他同意的這個政治首長 那我們才能夠繼續維持這個訂單 所以其實 但是我跟柯文哲說這個東西 頭前我其實部分都同意啦 雖然說我認為他這個出手 有可能是邊緣化太久了 他想要刷個存在感 然後偷偷的打韓國瑜的屁股一下啦 讓那個新聞回到台北這樣 但是那後面他就講了啊 他講說 農委會怎麼連這個都不會辯護 實在有夠差啦 那我就覺得 因此你怎麼看農委會沒辦法辯護這個事情 其實我也覺得說 因為農委會的新聞其實一直都有啦 一直都有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要看的是說 農委會他是真的不能去辯護嗎 他是或者說他真的沒有辯護嗎 嗯 依照過去的新聞來講 我們 有的時候 會發現說 其實農委會他不是沒有辦法去辯護 而是 因為在假新聞的引導之下 那整個社會氛圍 社會氛圍早就已經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了 那農委會的假新聞都很多啊 那從之前的什麼香蕉 香蕉鳳梨等等的 那種青稻啊 那種圖片啊 在網路上都很多 結果最後都發現 假照片嘛齁 對 就會發現 那都是中國照片 哦 對對對 那個都是假照片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假新聞一直在誤導 我們台灣民眾的一些資訊 那就會讓整個社會氛圍就是覺得說 那已經先入為主的覺得說 是事實就是這樣子了 從新聞上面看到的一些假新聞變成事實 那農委會他們其實在這些假新聞出現的時候 都有出來澄清 但是其實出來澄清之後呢 那個效果呢都已經不是很顯著了 沒有錯 而且好像也有速度的問題 我記得這個選舉前的時候其實 那個時候很多假新聞出來的時候 他那個訂賃的速度都很慢的啦 有的時候這個 已經到爸爸媽媽的那個LINE的群組 全部都洗一遍啦 都是錯誤資訊啦 啊結果 政府才出來 還開一個記者會說 欸你這個不對 他已經不會有了啦 甚至說這個報紙在刊登這個澄清訊息 都是這樣角落 然後小小一塊 但是錯誤消息都很大一塊喔 什麼金 然後什麼孔這樣子 我剛剛這個名字 有啊 就是煽動的 很煽動的那種標題 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這個 整個社會氛圍好像都不對啦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自己會覺得說 不是農委會員沒有辦法辯護 或者是他不懂得辯護 而是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 我們就是不想聽你的嘛 去年大家都說什麼 1.124教訓東廠喔 對啊 結果沒想到說 選完之後 東廠就回來了啦 真正的東廠就回來了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講到 我們來聊這個柯文哲被邊緣化嘛 以及其實群眾在那個氛圍之下 這讓我想到一個 前幾天有一個臉書PO文 這個粉絲團 他叫做怪奇事物所 他在寫 他在寫一匹文章 是在說 魚齁 如果喝醉了會怎麼樣 那他們就去研究說 斑馬魚啊 有一種魚叫斑馬魚 斑馬魚他喝醉之後 他會比平常還要快一倍的速度 繞著這個魚缸這樣旋轉 繞著一直游一直游一直轉 對 那他這個文章 我也覺得 原來會這樣 我其實不知道 因為你理論上 你不會去 你不會拿手去給魚啊喝 對 但是 他這個重點是後面 文哲的後面 寫說 當其他輕型的斑馬魚 看到那個喝醉的魚 在那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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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大家一頭熱在追隨的這個人 他是清醒的嗎?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有趣 原來這是一種生物的特性 他一開始是說生物特性 但是你有想到一個人 我想到很多人 想到很多人 因為我覺得台灣社會對政治都是一頭熱 以前你們台北的科匹 當然就是科文哲 大家對他這個白色力量 然後一窩蜂 好像台灣政治只有白色力量才算是政治 其他都是壞人這樣 還沒到韓市長 都是這樣一頭熱 但是他這個故事就是要警惕 要整理 你追隨的那個人他是清醒的嗎? 今天也有連友來到我們的直播上面留言 想要聽看看這個 台北人對這個韓怎麼看高雄 所以我們今天打到機會也是要來問印心 你對於高雄現在這樣一頭熱 在追隨這個韓國瑜的部分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會不會覺得很熟悉 還是說覺得很擔心 其實韓國瑜這個模式 我覺得就是科文哲的一種複製 當然只是他炒作的聲量更大 炒作的聲量更大 對 我覺得當我們在 我們常常 激進其實一直以來都在傳遞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每個選民 都有一個非常基本的 就是基本分析的能力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去看待說 才不會被所謂的腳消息啊 或者是一些資訊啊 所影響到 然後去覺得說 這個政治人物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一窩蜂的跟上去 而是會有一個科學理性的 然後客觀的一種判斷方式 對 沒錯 那麼 所以我們激進 每次在提出對於某個政治人物的 一些評語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 只是用感覺 我感覺 我感覺怎麼樣 他看起來怎麼樣 很親切 對 很多人在選擇科文哲 或者是在選擇韓國瑜的時候 都聽到這樣的評論 韓國瑜 他看起來 人很好啊 很會說話這樣 對 人很好啊 或者是他感覺不錯啊 對 所以我要說的是 當我們選擇一個政治人物 去檢視他的時候 首先有幾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站在台灣的角度上 去為台灣人做事 那如果他不是的話 那他根本就是 連參政的資格都沒有 那 像 中國國民黨 我們激進一直以來 為什麼會這麼的 一直去批評中國國民黨 一直在 一直在 掌握我們台灣的 政治資源的分配 就是因為 中國國民黨 他們從黨剛開始 他們 他們基本上 就是一個外來的政黨了 他們就是一個中國的政黨 那他們從來 作為中國的政黨 他們從來 不是站在台灣的利益上面 著想 台灣人的利益上面著想 那他這樣子 那他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就怎麼可以 就怎麼可以參與台灣的政治事務呢 對 很像你家隔壁的媽媽 跑來你家跟你說 她要跟你討論晚上的是什麼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對於政治人物的 最低標準就是這樣 那 柯文哲跟韓國瑜很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從他上任之後的 種種作為 我們都看不太到 他是站在台灣人的利益上面 為台灣人著想 對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在 之前的一些 所謂文化交流的活動上面 他的言論 兩愛一家親 或者是 之前的世大運 或者是 中國新歌聲 在台大辦的 這些種種的活動 他們這些 他所作所為 都是在幫中國 做一個統戰的工作 那 這邊先講一下 所謂統戰的定義是什麼 統戰的定義就是 他在中國 不減低 對於台灣的這個敵意之下 敵意 對 然後他做的行為 會讓台灣人 降低對於中國的敵意 那這就是 就是統戰了 降低戒心是不是 對 降低我們的戒心 我們的戒心 柯文哲所作所為 都是達到這樣的一個標準 對 他好像說什麼 統戰被污名化 污名化 污名化這種話 聽得下去嗎 對 前陣子還有講什麼 兩愛一家親 是 I show my friendly to you 老英文 因為我聽不懂 這個東西 的確像印心剛講的 就是 他會讓台灣人民 降低戒心 但是是不是同時 中國其實沒有放棄 對台的武力 是 甚至是一直都在加強的 加強的 對 對 對於像 柯文哲跟韓國瑜這種人的話 我們就會認為說 他的所作所為 並不是在為台灣人的福利著想 他的所作所為更像是 中國在台灣的代理人 喔 中國在台代理人 對 沒錯 這個 中國在 這個所謂的外國代理人的這種 這種觀念呢 其實是我們最近激進黨一直在主推的一個法案叫做 一個行動叫做 護台防中的行動 護台防中 護台防中立法的行動 護台是保護的護嗎 對 護台防中 對 立法 為什麼會有這個立法 就是說我們從澳洲 他們有一個 預防 就是那個 外國勢力干預 對 反外國勢力干預法 對對對 這個法案 對 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法案 當然 這個脈絡當然就是說 他們發現中國對於他們的滲透 已經到了一個 讓他們應該要警覺境界了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個法案 吹聲出來 對對對 對 那他們其中有一項就是這個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登記的機制 那這個機制最主要在談的其實就是說 其實 澳洲也有很多 像柯文哲或韓國瑜這樣子的外國代理人 中國在澳洲的代理人 比如說 那當然他們這個法案對於這個外國代理人呢 有很多的判定的標準 但簡單來說呢 簡單來說 判定的標準就是說 他 他所 這個代理人 他所提出的話 他所說的話 或他的行為呢 都是在幫中國 謀福利 謀利 但是會 但是他幫中國謀利的同時呢 會傷害到 他本國的這個利益 原本澳洲的利益 對 原本澳洲的利益 基本上 我們大概可以先 如果先簡單判斷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對 那 韓國瑜跟柯文哲很顯然的就是 一直以來都在從事這樣的事 他們就是有點像 我覺得韓國瑜跟柯文哲現在就有點在爭 就是誰是 誰更適合做中國代理人 哦 真寵是不是 那所以最近韓市長這個版面很多的時候 柯市長就出來這樣 欸欸欸 我還有我還有我 就是各自秀下線啊 可能柯文哲是可能是脫上衣而已 那可能韓國瑜就是全脫了 這個比喻我當然第一次聽過 不過滿有意思的啦 就是兩邊在互相在比賽 這個誰比較會輕鬆就對了 這個東西 那滿有趣的 難怪這個最近柯市長的這個 不管是民調啊 支持度啊還是 欸已經整個都在下滑嘛 那甚至之前這個 台北市立委補選的時候嘛 那他有派出這個柯家軍 陳建民的女兒齁 一起接著陳思雨 結果 他竟然以得票率12%慘敗啦 然後後來柯市長在台南 也還有露營啊 麗婷這個台南這個 有一個民進黨的人 他叫陳曉鈺齁齁 那他也是選到底就對了 那結果這個陳曉鈺後來得票率 竟然也不到7.8%啦齁 那所以這個就證明說 欸其實韓市長的這個柯文哲旋風 其實好像只能在他自己身上 他如果要這個 POMO其他的候選人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一定浮得上來啊 那你怎麼看這個 反而是韓國瑜 對反而韓國瑜 他的POMO就是範圍 已經可以衝到就是台北這邊來了 喔對對對 那你就是硬心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柯市長他的影響力 在台北的政壇 那他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影響 那這個柯家軍的部分 柯家軍這個東西 到底在接下來的政壇 能不能成為一個影響力 我們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待會回來的時候 我們來聽硬心 來聊聊這個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在台北的這個影響力 然後會對未來的台北市的這個政壇 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聽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的單元 我們在今天單元當中 邀請到的是台灣香蕉研究所的所長 趙志平所長 所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好 是107年108年期氣候平順 香蕉生長順利喔 台灣的香蕉抽稅後呢 掛果期達到2.5到4個月 生產的香蕉肉質細嫩 香味很濃郁 品質也優於東南亞 或者是南美洲熱帶地區的生產喔 掛果期約兩個月的平地香蕉 可說是代表台灣的優質農產品 適合外銷 到108年2月26號為止呢 也已經外銷了241公噸 較去年同期呢 增加170%喔 選購這個時期的香蕉呢 真的是品嘗優質美味香蕉的最佳時間喔 請所長跟我們天后朋友做一下說明好嗎 是今年在1月下到2月期間啊 因為我們這個平均的溫度明顯的叫往年暖和 由於高溫的關係啊 造成我們香蕉從開花結果 又果期到採收期的時間就加速了 那一般平常比方說是要100天的 可能85天90天就可以採收 所以基本上因為這樣的一個暖冬的關係呢 我們香蕉的量相對的就是前後幾期的香蕉啊 一起來可以採收了 所以我們這個量呢 相對的覺得一個時間比較多 但是實際上它的種種植面積並沒有增加 那在這樣的一個量多情況下呢 政府的一個拓展外銷的一個努力下 也看到在我們高雄地區 像這個我們出口最多的業者 紅韵果菜合作社也出了150多噸 然後我們這兩年成立了一個拓展外銷 為主國品的這樣的一個台龍花公司 也拓展了100多噸 那還有其他的像我們在鳳山啊 或是美龍啊等等 到現在可能有將近超過300多噸了 那這個時間我們的香蕉如果消費者能夠這段時間多多來品嘗 因為這段時間香蕉是特別好吃 因為這個不像下膠五六十天就飽收 那所以我們如果在這個現在價格又廉價 然後又相對貨源多的時候 能夠多多品嘗我們這樣的香蕉啊 應該是一個很有經濟性的一個選項 那另外外銷的部分 因為是日本市場在冬季啊 他們選項的也比較少 不過相對跟去年的這個出貨量 成長了這個百分之一百七十幾嘛 也實在是很難得啦 就是說能夠把這個優質的甜度香度 還有一個鑽区生產的香蕉啊 一般我們是到六月才開始外銷嘛 那能夠在二月就有這樣的一個成果相當不錯 OK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台灣香蕉研究所的所長 趙志平所長帶到我們單元 謝謝你所長 謝謝 以上廣告由農糧署南區分署提供 快樂台灣 正在武漢 快樂聯報網 歡迎回來子余生活二三四的節目時間 我是主持人張曉博 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這個 正前在日空一半年參選這個 台北市是完四臨北頭區 這個市議員參選人王硬欣來到我們高雄的節目現場 啊硬欣跟我們的聽眾朋友拍一張就好 大家好 我是王用心王硬欣 現在是台北東部的自信委員 人稱呢北極第一帥 OK 你這是基進黨的台北黨部的執行委員 就對了 OK 今天感謝這個印心 今天我們的節目 我們剛才是在講到台北市的政壇 也有講到柯文哲 一開始柯文哲 他這次選舉補算 兩次推出 不管是推出這個陳思雨在台北 或是在這個台南志祺 這個陳小玉 其實都是慘敗 所以我們就經常說 其實柯文哲你不管怎麼進步 其實所有的進步 進步的價值 其實你推的那個人如果沒有一樣的進步價值 其實是不會被選民給接受的 而且這個甚至這個柯市長的進步價值 其實包含他前陣子出國去美國的時候 也是被人家質疑啊 那個 有問號他有進步價值嗎 好像有 曾經有 曾經有 他說什麼九二共識是下跪投降啊 後來就沒說了嘛 對嗎 讓印心你這個人很不屑 OKOK 不要說印心對這個 你們台北的這個指定有很多意見 我們等一下再聽這個印心 慢慢的分析給我們聽 那最近這個柯市長 其實講到進步價值 他其實在去美國的時候 不管在美國被人家這個 發爬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然後給他打錢 不想接待他 甚至他去出訪以色列的時候 他還真的是嚴重失言啊 他說什麼屠殺六百萬的 猶太人的事情 是猶太人在國際上最大的宣傳啊 我覺得 有的人就是沒有人道關懷的時候 一定會用一種敷衍的態度 就是 要說一種人的洞殺的事情 印心你怎麼看這個柯市長的進步價值的部分 首先我覺得柯文哲就是在我看來呢 他本身就是一個沒有進步價值 然後也沒有本土意識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他其實是從他過去的言行到現在的言行 一直反覆 然後一直說謊的行為來看呢 其實他是 他應該是歸類在投機分子 他應該是投機分子當中 因為過去柯文哲市長 他也常常說了 就像你剛剛說的 主持人這邊說到說 九二共事是下跪投降啊 或者是台灣人的前途要台灣人決定啊 然後甚至說不惜就是說 消遣就是他二八孫男家屬的這個身份 然後他這些種種的一切都是 在當時做為一種選舉操作 那後來當他當選了之後 當然我們看到的就是他 一步一步的怎麼把這些 他之前所支持的價所謂核心價值 一步一步的丟掉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世大運那時候 他那個時候拒絕 是完全拒絕讓我們台灣旗 讓我們拿台灣旗進去 對 他用的理由就是說 這本來就是規定 本來就不能拿旗進去 然後他甚至事後 事後在節目上還公然說謊說 他說他沒有檔 但是我們網路上的照片 現場所親眼看到的 就是一大堆的綠色的那個台灣旗 都被丟在垃圾桶裡面 在門口就靈檢就把你攔下來 對那個安管人員 就直接把你留下來 然後當我們 當我們 入場之後 旗子被那個收起來 然後入場之後呢 我們看到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中華民國旗在裡面 對阿你不是說旗子 本來就不行有的嗎 那怎麼 這種雙重標準是怎麼來的 因為你們綠色的台灣旗是政治 阿中華民國旗不是政治 這可能是他的邏輯 可能是這樣啦 國旗不是政治 這樣啦 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中國 再來一個事件就是 中國新歌聲 中國新歌聲 對對對中國新歌聲 那個時候就是台大 他們有一個跟中國的音樂交流活動 然後辦在台大 辦在台大 對辦在台大 然後呢 那個活動是文化部 文化部 台北市的文化部 跟那個 跟那個叫什麼 上海的一個 上海的一個 類似交流協會 文化交流的協會 類似交流協會 然後是一起辦的 一起合辦的 那重點是 他這些 他辦的這些活動 明明就是拿台灣人的納稅前辦的活動喔 可是他那個 他那個 對方中國那邊 上海文化交流協會的 那個 開宗民意的那個 主旨就有說了 他們是為了要 進行 統戰的這個目的 來去成立了這樣的一個 所謂主旨的一個 協會 分析者協會 那我剛剛也說 統戰的定義是什麼就是 降低節奏 就叫我統戰了 那個 活動很明顯 你就是用文化交流 然後 然後來讓台灣人 就是說 這跟中國的 這些交流沒有關係 什麼的 那 為什麼不能跟日本交流 為什麼不能跟韓國交流 就一定要跟中國 交流 你這樣講有道理喔 所以他 可能是柯市長需要一些 中國的 中國價值 他要儲值 支持中國價值 那他之前當然也有說一些支持自由民主等等進步價值 那我們都可以看到說他在同婚議題上面 同婚議題上面也都是...本來是不表態嘛 後來又是反對的 我記得他以前就是走一個曖昧的路線 然後很多同志朋友都會認為說我都會自己腦補說韓市長其實... 欸柯市長是支持的 殊不知他直接自己爆掉 對他自己爆 就是完全就是那種自己打臉自己的 自己直接講說我不支持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的種種行為局勢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個很熟... 你們高雄人應該很熟悉的就是說謊啊 我們高雄人很熟悉 不負責任啊什麼政見啊 他提出的很多政見其實也沒有做出來喔 但是很多台北人就會覺得說他好像有做事情的樣子 比如說文化政策 他之前...因為台北有很多那種文化古蹟 然後文化政策他之前就是有承諾說 承諾說要把台北變成一個文化城市 打造成一個文化城市喔 好像也還好啊 然後他這四年來 不是還好就算了 他沒有做就算了 重點是這四年來台北一直都有古蹟在自... 就是自然 自然不然就是被拆...我記得還有被拆掉的嘛 對被拆毀 對那被拆毀的話 被拆毀的話 這跟柯市長你說的要打造成文化城市 這應該是完全相反的吧 而且他甚至還指責我們這些文化團體啊 就是保護的這些文化團體 說他們是文化恐怖分子 文化恐怖分子 哇賽 柯市長自己的核心價值就變成說 你真的有所謂的核心價值嗎 好像...好像有捏 你知道我覺得我有聽出來一點... 頭肌嗎? 對就是我有聽出來你知道就是說齁 他說你們是文化恐怖分子嘛 有點像是說他今天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會讓他的這個官場的這個路途加分 那你給他擋你就是文化恐怖分子 那甚至是這個他...你記不記得他前陣子要去美國的時候 他有就是提早曝光說發帕要接待他 什麼郭正...就是發帕的會長郭正光要接待他 結果這個郭正光會長呢 就馬上發聲明稿講說 當初就是因為沒有人要接待你 然後我們跟你講好私下接待可以 可是你為了你自己的利益 你為了你自己的知名度 還有你要讓別人覺得你在美國吃得開 你曝光 你告訴全世界的人說我們要接待你 然後你讓我們很難做人 喔對沒錯這也是 這就是男人嘛 這就是你為了自己的利益 結果你出賣... 不管郭正光是你的朋友也好 還是說什麼事情也好 你就跟他們出賣嘛 所以其實柯文哲我們可以發現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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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任的這幾年來 我們都可以發現說他...他根本就沒有在市政上面 然後...在...在市政上面做任何的治理 或用心的去改革他 他都是在盤算他個人的政治版圖 政治利益 所以他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機分子 這讓我想到這個...真的核心價值其實很重要啦 就...就想說最近柯文哲會邊緣化喔 可能有一個...有幾個原因 啊我自己想到的是說喔 因為這個...這個...這個... 可能讓民進黨還是這個...激進黨喔 被搶走了 這個...這塊餅被...就是這塊已經有人主張了嘛 那統一這邊你又喊...你又喊不贏韓國瑜 那柯市長現在沒東西喊了 他又不可能喊大巨蛋 因為喊大巨蛋不可能選總統 除非你跟我說你要全台灣一個...一線是一巨蛋 那可能還有可能 但是這個我每天都知道糊爛了嘛 所以這個價值...價值真的很重要 啊維持說台灣能夠在這個...討論 台灣現在最好的地方就是因為我們民主 我們可以討論自己的價值嘛 但是你們看中國其實... 中國是沒辦法討論價值的 他們的價值就是... 臣民通共的啦 就吃飽飽啦齁 夠肚子啦這樣 那你這樣...其實就會拉到這個一個東西 就是統獨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柯市長 其實他的大將這個...學姐啦齁 學姐這個前陣子也是因為不小心失言 然後就...也是這個民調整個大崩盤啦 然後我們大家原本以為說這個學姐就是... 因為...站比較遠人就是... 比較遠會就會模糊 模糊就會有一種美嘛 結果後來就學姐一講話大家發現說 哇...你的價值哪是這種這麼撤亂的價值啊齁 那這樣...印信你身為一個台北市民啊 你對於學姐說什麼這種統一啊 如果...她說這種統一...統獨是假議題啊齁 她說什麼...學姐說 不會因為...今天投票就決定了 接下來台灣馬上要獨立還是會統一 那為什麼每次都要再吵這個議題就對了 你對這句話有什麼想法? 就是看到學姐的這種...這種...這種論點 我就非常的生氣啊 我就非常的生氣啊 其實我甚至還有為了這個...這件事情 然後有去投書 投哪一家? 而且...那個...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然後是...有上紙本啦 所以可能有些人有看過 OKOK 那我...文章的重點呢其實就是... 呃...我又稍微引用一下 那個時候...大清帝國 他們那時候...呃...有遇到要革命嘛 那...就是1911年的時候 他們在決定在廣州發起武裝革命 那為什麼他們要革命? 為什麼要革命? 一定是因為他們覺得... 當時的社會不正義嘛 不正義 所以他們才需要革命 才需要讓...這個...社會可以往一個更...更...更... 公益...公益的方向 對對對...方向去發展 對 那麼...如果說... 呃...統獨是假議題的話 那我們可以...那...我想要... 只是說...因為我本身就是在基層工作的人 是 基層工作的人 所以...那...我為什麼要加入... 我為什麼要...就是...加入...政治...的領域當中 然後做政治工作 就是因為我發現...呃...我們的生活當中的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跟政治有關係的 是 對啊...我今天...我今天甚至走出去...呃...這個...我們的...捷運的規劃 我們的交通...呃...大眾運輸工具 還有...我今天買個...我今天買個拔蠟 我今天買個拔蠟多少錢 對啊...啊...我學費...我學費...我學費...多少錢 等等的...是所有的一切 還有...我之前...因為我在...呃...我本身學的東西呢...是...呃...表演相關的... 政策啊...還有規劃啊...產業啊...等等的...這些不都跟我們的政策有關係嗎? 那政策不就跟政治有關係嗎?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很生氣的是我們...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我自己本身就是...我們是為了要... 不要讓我們...就是...現在進步了台灣 然後被...非常落後的中國 我...我不是說... 我是說他們在各個...呃...普世價值上面的觀念...整體的人都很落後 沒錯...沒錯... 避免...我們是要避免台灣不要被他們...綁入這種意中的市場 嗯...不要像香港一樣...香港現在情況多慘...啊...多慘... 對啊...對啊...對啊... 香港...我們之前基進有拍一個影片...是在講香港媽媽的... 香港的媽媽... 媽媽他們的處境...他們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你知道香港的媽...在香港...被回歸之後呢...嗯... 被回歸之後...他們其實有很多媽媽...在...在養育小孩是很大的困境的... 比如說...他們奶粉有...很多人是買不到的...因為他們之前中國...發生了那個毒奶粉的事情嘛... 對...對... 舉例啦...舉這個例子... 讀奶粉的事情... 所以...他們... 中國人都不敢吃他們中國的奶粉... 沒有錯... 一窩瘋的都跑到... 香港去買... 哦... 就爆買香港的奶粉... 啊...香港...香港的媽媽要買個奶粉... 嗯... 可能要等個...一兩個月... 才可以買得到奶粉... 嗯...嗯... 對啊...當然...他們不只是在香港買...全世界都爆買... 對...到澳洲也去買...沒有錯啊... 香港去打疫苗... 香港真的很大愛耶... 對... 被大愛... 對... 所以... 那他們小朋友... 好...這些都不算的話...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了... 把小孩子養大了... 嗯... 啊...上學了... 嗯... 結果... 他們必須要坐一個小時以上的... 這個車程... 才能夠到他們所在的幼稚園去讀書... 你知道香港比台灣還要小... 所以... 他們竟然還要坐一個小時的車程去... 上課... 就很像我每天起床... 我要到嘉義... 或者是到台南市讀書這樣... 對啊... 他們才幼稚園喔... 心情很差耶... 他們才幼稚園耶... 然後就要這樣... 坐這樣的車程去上課... 喔...為什麼他們需要這樣... 坐這麼遠的車去... 去上課... 就這麼久的車上課啦... 是... 就是因為中國... 中國人在... 在... 在那個... 他們被回歸之後... 每天差不多... 都有大量的移民到... 入境香港... 那他們... 那他們... 的小朋友... 也在香港念幼稚園... 搶香港人的名額... 所以你在香港...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作為一個香港媽媽... 你養一個... 小孩子的成本... 這完全是... 從過去那樣子... 然後... 整個飆升... 瞬間拉高就對了... 對...整個飆升... 因為以前沒有交通車的問題嘛... 也沒有奶粉要搶的問題... 也沒有... 疫苗可能會變過... 暴漲的問題... 那所以請問我們... 想要過這樣子... 生活品質的生活嗎... 其實... 連個基本的尊嚴都沒有... 我們激進... 一直以來... 就是... 智力打造了一個更公益的社會... 就是要... 能夠讓我們像... 歐美國家這樣子... 能夠擁有... 最基本的... 這個... 生活的尊嚴... 所以... 這一切都是跟政治有關... 是... 因此我們非常反對... 學姐這樣子的論點... 因為... 學姐你很... 你... 刻意... 你明明就是... 太陽花崛起後的那種... 政治的這種... 那種政治的新風潮所起來的... 包括學姐... 包括柯文哲... 都是用這種政治風潮... 起來的人... 是... 那你現在卻用小切信... 小切信來迴避... 叫做... 柯文哲... 不願意表態很多的... 很多重大政治議題的這種... 這種... 這種行為... 對啊... 用小切信迴避... 對啊... 啊你們... 唾手可得可以買... 買房買車... 啊你們自己在那邊說... 但是跟... 市民... 生活切勝有關的政治議題... 你們說不重要... 對... 這一切... 如果說政治... 跟生活... 就等於是說生活中的... 相關聯的話... 那統獨... 統獨是台灣一個終極... 呃... 非常一個... 絕對不能夠避免掉的問題... 是... 身為味覺的問題... 對啊...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台灣要追求的價值是... 一個更加公義... 公正...公平的社會... 的話... 更加具有... 能夠讓大家更有... 基本人性尊嚴的... 社會的話... 是... 那你覺得被中國統一之後... 被... 中國統治之後... 還會有這樣的... 社會嗎? 欸... 可能要... 要問韓市長啦... 我們所拆求的所有的目標... 都會消失無界... 都不可能實現... 沒有錯... 絕對不可能... 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 怎麼講... 我覺得是這個... 作為台灣人民的基本態度啊... 就是統獨這個問題... 遲早... 出來混遲早要緩啦... 你遲早要解決啦... 而不是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跟你說... 超越藍綠... 結果那麼多年藍綠還是沒有解決... 然後每個人都說... 迴避統獨... 那談民生... 結果這麼多年的統獨還是沒有解決... 而且... 所有的民生問題... 香港也以為沒有統獨問題啊... 結果香港的民生就是被統獨壓迫的啊... 是...沒錯... 那回到台灣也是一樣... 如果有一天... 我們必須被迫跟中國簽任何的協議... 或者是說... 直接被統一耶... 協議也沒得簽了... 好... 我們的民生勢必也會因為統獨而被壓迫嘛... 結果大家很專注在那個民生議題... 就是... 專注在那個民生議題... 然後完全不去看這個上游... 最上游的根本問題是統獨... 就沒有要去看... 對啊... 我們待會再回來... 請硬心跟我們繼續分享... 好... 你是關老家都會造成... 南省體能不足... 晚上下班也沒辦法照顧... 水母的家庭幸福... 造成南省風洞的威爾港... 也是因為... 依然發展理論來產生的... 套通有力給你... 你是... 晚上都有力... 買衣送衣只要2,980塊... 今天加碼1,000塊... 又送一家... 訂購成功又加證... 百里如存抗發炎抗自由基一罐60顆... 出門傳說的... 控爆控控... 399599... 0800399599...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 快樂聯播網... 請搜尋卡 wonders 卡通與遊牢... 做雙方 製作世界很容易... 身體產生沒有鋪... 有的人就是為情情、思慶... 身體在博蜜... 所有的博蜜在這裡...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與你們的分享... 就是這張規訓文... 我們要睡前... 佛訓給自己的自己... 完全一佔助... 控制三三五 数理三三 快乐爱台湾 获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报榜 欢迎回来子余生活234 我是今天的朱祁琳张晓博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 激进党台北党部的这个职位 他叫王应鑫 那他也是之前2018的时候参选过台北 士林北投区的这个市议员参选人 那今年只有28岁非常年轻 应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用心 应鑫 OK 你是怎么 我头前说台语 你就跟我说话语 我头前用话语介绍 你就跟我说台语 我说无 OK OK 没关系 我们今天来这个节目之前 有跟应鑫说 我们其实要 今天要挑战自己 因为我们两个 年轻人 其实台语都是在练习的阶段 所以我们都是要努力的挑战中 输用这个台语来说 说这个政论节目 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国民东西 这种洗脑狗的环境成长 其实我们都被拔掉了那个舌头 因为我是本身客家人嘛 但是我们家族也很多孩子 都没有说客家话诶 我是算是硕国仅存 如果你是人称什么北极第一帅 我就会说硕国仅存的客家人 客家话的年轻人 那样啦 我还可以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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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我这样 我也是会讲客家话的 OK 继续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这个議題 就是这个柯文哲出手打寒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有印星人来跟我们分析 柯文哲出手打寒一部分 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比赛说 什么人向中国更好 说到这个中国 其实我们高雄这边 因为印星你今天从台北来嘛 我也是想跟你分享 我们高雄这边长啊 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他是高雄市的議員 他叫朕梦如 他长在高雄市議会 在这孙韩市长的时候 因为他咨询嘛 咨询都有直播嘛 有很多韩粉的看不错啊 你是怎么把韩市长拔 你是怎么问这种问题 你是怎么把韩市长质疑 这就是质疑 他质疑质得怎样呢 他近年跟朕梦如的脸书上下来留言 跟他留言说 杀你全家同归于尽 当然这是很严重的 因为台湾虽然有言论自由 但是恐吓其实不是言论自由 恐吓就是犯罪 朕梦如今天就来做这个提告 对这个有些网友叫江小伟提告 提告当然台湾提告有很多 恐吓的东西很多 但是有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是 近年这个网友的IP 他是来自中国 他是以翻墙的方式 到这个阿如阿 他的脸书来留言恐吓 那目前这个高雄市 刑事局已经在正办了 因此你怎么看这个 中国的网友近年翻墙 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反言论自由 因为很多人来说韩粉跟我们唱歌 是因为言论自由嘛 但是言论自由 有包括假新闻 有包括恐吓 没有吧 我认为这个有这个东西 我 我 这件事呢 我认为是 你切换 你把他切换 我来啦 我来啦 我认为呢 当然这是做明显的恐吓啦 恐吓啦 这跟言论自由无关 对 其实 这种中国的这种做法 就是说 英武王军 和韦中国到台湾来 影响台湾的舆论 其实这种做法 中国已经 不是只有在台湾 这样做了 它是在全世界 都有这样做 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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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 澳洲刚才我也有说到 澳洲现在 也有警觉到 一件事就是 中国参讨的问题 中国参讨的问题 中国对澳洲的参讨 是从各个方面都有 各方面 譬如说 控制他们的华文的媒体 然后控制他们当地的 华人的社团等等的 然后进而影响 可能他们澳洲大学 或者是澳洲政商 或者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些有影响的人物 然后去为中国说话 然后推一些对中国有利的法案 推法案 这么严重到法案去的 我以为本来是像我们台湾 加什么中天 这样 所以澳洲 是连法案都去影响 是是是 那个中国南海的问题 之前南海争议 他们就是会影响他们说 澳洲可能可以在这个立场上面 比较站在中国这一边 对中国好一点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澳洲它现在就有那个 反外国势力干预法的这个法案出现 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 看了这个 对于这个 反外国势力干预法 其实对我们激进就有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启发 对因为其实 台湾的 和中国参谈的众方是 更严重的 是啊是啊 比澳洲更严重的 澳洲有一本 澳洲有一本 叫做无声的入侵 无声的入侵 中国因素在澳洲 它那本里面就有讲说 澳洲在 这个被中国参透的这个 这个过程跟这个脉络 对 然后 那你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所有的情况 基本上在台湾 你都要把它想像得更加严重 更严重 因为我们是面对中国得一百嘛 没有错 而且它里面有提到说 中国对澳洲的渗透呢 它是把它当作是国外 国外的那种渗透 但是 对台湾却是把它当作是 国内的一种渗透 这其实 这个严重度 是有不一样的 这就是有些 听起来是不是 那敌我不分啊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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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借清 清门踏户的程度 会是不一样的 而且危险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现在激进党就有在 以澳洲这个 反外国势力干预法 为这个范本 然后推出了一个叫做 护台防中的这个立法行动 立法 我们已经 我们会写一个 台湾版本的 反外国势力干预法 防中法 这就是防中法案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在合作的对象呢 不只当然不只是我们激进 我们不希望 我们不希望 只有我们激进在做这样的 这样的推广而已 因为这是全台湾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在合作的就是跟 那个自限基金会 有在做合作 对对 自限基金会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激进党 在接下来 然后 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 会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行动 对对对 我们会在全台湾 包括我们台北 然后高雄 我们高雄 这边高雄 我们高雄 我们高雄党部这边呢 另外还有台南 等等的地方 我们都会有一连串的行动 像我们在台北的话 前一天到 班杰钢组 对 那是什么人合办 也是自限基金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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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外國代理人這種法案就介紹了 對 這種介紹 因為這個法案有很多條文 非常的複雜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只有先單純的介紹了 其中一項就是外國代理人登記 登記法的這個制度 對對對 那就是這個基本上就是內涵呢 就是針對像韓國瑜或柯市長 或者是一些像中天啊 這種的代理中國的一種機構 這個他們不一定是人 他們有可能是機構或團體等等 對對對 我以為原本有聽 因為聽了這個名字 我的認為說他是不是一個人 對 代理人不一定是人 對對對 只要是為中國謀福利 然後又傷害本國利益的話 那基本上都可以視作為是一個外國代理人的一個 你剛才說這個無聲人入侵這本事 其實前我在節目上 我和雨貞其實有介紹 因為這個阿魯給人搶說要殺你全家 其實這本制度裡面有說到 因為 因為引述這個劉曉波說過的 劉曉波說什麼 他說 用流氓腔調 毫無顧忌的用語言暴力 民族仇恨 好戰情緒 已經成為中國網軍的特色 所以其實前後我在看這個阿魯給人搶說什麼殺你全家 我有旁邊的朋友剛好在看這本無聲的入侵 他就翻過來跟我說 欸 我跟你說 第三十一頁好像就在寫這件事情 真的 我看第三十一頁真的在寫說 劉曉波說過 然後今天就查到說 哇 這個人就是中國的IP啦 是 對 對 所以其實 無聲的入侵這本書 可以當作是一個 中國他操作 統戰手法滲透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 範本 是 就是很好的一個參考啦 是是是 你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手法 那都跟台灣的狀況非常的像 結果台灣好像無所謂是 對 那澳洲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法案了 但是台灣一直都沒有 我們甚至連無聲的入侵這樣子的書都沒有 欸 你是說台灣版本的嗎 對 台灣版本 是啊 因為台灣包括無聲的入侵 還有另外一個是紅色滲透嘛 嗯 這兩本書其實都不是台灣人的寫的 是 那變成說我們台灣站在在中國 親戴的親戴的第一排 對 我們的豪宅海景第一排 結果 我們近年自己都毫無感覺 感覺都是別人的事 就是感覺說 我們對這種研究是最少的 嘿嘿 怎麼會這樣啊 好像我們沒有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那種危機意識 沒有危機感 你在選舉的時候還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你跟選民說 中國來了中國來了 結果選民跟你說 我這個蔡菜百貨 這樣 不是百貨 就是我現在畫一個樓 他對他來說 可能很多東西 可能比中國比較重要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我常常都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最近其實那個司徒文就有講過說 台灣最危險的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的 台灣的危機就是 台灣人沒有辦法意識到危機 沒有意識到危機 那很慘耶 這句話就難括了整個台灣的線框 我不對我不對 所以說 我們基金會推這個附台防中法案 是希望可以擴及到全台灣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希望可以喚起大家 這樣的一個危機意識 因為 從1124的這個選舉結果來看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發現說 台灣已經不是沒有危機了 已經就是 已經就是被其門踏步到 圍爐雷亂了 圍爐了 完全都到這種地步了 所以如果到這個地步 台灣人都還沒有辦法意識到 甚至完全不生氣的話 那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哇 今年所以 印心你今年是 我記得你是跟我一樣 28歲嘛 對 你也是191的嘛 191出生的嘛 所以對你來說 你的道理這個政治 其實某一種程度是因為這個嘛 是因為這個台灣現在在這個很關鍵的時刻 對啊 因為 近前 2018的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感覺說 中國對台灣的參考已經做嚴重了 而且 韓國獨在操作 感覺就是說 中國在這裡試驗說 這種操作方式 還可以 還可以控制台灣人 民主的方式 選出一個 他們中國的代理人 的感覺 對 但是就是他們一個事前的試驗 那他們在 做什麼樣的試驗 就是說 到底最後的 最後我們的總統大選 是不是也可以 依照這樣的模式 來做操作 那如果 所以說 2020這一戰的意義的話 就是 它會是 它會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台灣最後到底要 走向一個 怎麼樣的方向 對 是要走向一個 輕重的方向嗎 還是 還是 還是走向一個 自由民主的方向 跟其他 歐美國家靠龍的一個方向 對 如果在現在全世界 全全世界都在 反中的情況之下 防中反中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要選擇跟中國戰在一起 跟 然後我們還選擇的 價值 然後是威權的價值的話 那 將來台灣在 國際上面的角色 就會是非常的危險 有可能就是在這個 價值的選擇 選擇的這個中 你 竟然跑去這個 好好的人不當啦 你當鬼啦 跑去跟這個 中國戰同一邊的時候 其實 會讓台灣的下一代 其實去年 我還記得 去年 這個政黨有說一句話 他說每個地方 韓國有的這個選票 都是 開網地獄的列車的車票 沒錯 其實 那時候其實聽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哪有那個嚴重 哪有水果而已 拚經濟而已 後來 上任三個月之後 發現好像不是 這個韓市長都在拚中國的經濟 所以我們不希望 以後我們的選舉 變成假選舉 然後都是 中國派出他們自己的代理人 我們看起來像投票 但實際上我們選的 都是同樣的 中國的代理人 啊這就香港啊 香港現在是不是就是這樣 對 就是香港話啊 就是香港話啊 贏特首不管怎麼算 都是要中國點頭 這個人才能當作特首 香港人就要聽他的 所以 所以這次我們基金人 對於這次的選舉就是 民主的最後一戰 非常的關鍵 所以 民主的最後一戰 沒錯 OK好 啊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今天非常感謝 這個印星為台北走來高雄 啊 他被我挖來藏我們的節目 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台北 他對柯文哲 還有一個台北市民 他對柯文哲市長 還是對於這個 高雄市的 這個韓市長 有什麼看法 啊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還有感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